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得让儿媳妇吃饱了饭 一来二去地折腾 还真起了效果 怀胎十月 儿媳王氏便给张家添了个大炮小子 瞧着孩子的俊母样 张家人是乐得何不拢嘴 更是给其取名为张家宝 说来也是奇怪 自从张家宝出生之后 张家人就有了大福气 原本收成不好的田地 转瞬间就起了事 同年秋季收获颇风 张家人靠着百亩良田赚得石盆满钵满 不仅如此 张家人原本病泱泱的身子也逐渐变好了起来 一个个人脸上红扑扑的 特别有精神头儿 出门摔一跤都能捡到银子 张家宝出生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张家人便摇身一变成了整个村子里数一数二的富户 对张家的变化 有人羡慕 也有人起了坏心思 这天张家儿媳王室抱着张家宝到屋外头晒太阳 站了好一会儿 见日头越来越烈 就准备回屋了 然而王室前脚还未踏过门槛 便听到隔壁刘大婶的声音传了过来 张家媳妇 这才几点 着急回去做甚 你说你生了孩子 我也生 这么久了 我连你家娃都没看过呢 说着刘大婶 如今年过四十了 刚给家中添了个小子 算是老来的子 对这孩子宝贝得很 王室转过身去 就见刘大婶将那孩子抱得紧 可以说眯眯眼却止不住的 想要往王室怀里看 用得劲儿大了 脚下还裂窃了一下 王室担心刘大婶摔跤 赶忙将孩子往前凑了凑 刘大婶一见到王室怀里的孩子 眼神都不惊亮了亮 口中更是不由地连连叹道 哎哟 张家媳妇儿哟 你家这胖娃娃 白白嫩嫩的 生得可真好 全随了你俩的优点了 面对刘大婶的夸赞 王室虽然脸上没有表现出什么 可心里却早已乐开了花 见王室没说话 刘大婶也没觉得别扭 反而自顾自地说道 张家媳妇儿啊 你可真是好运气 虽说之前你身子不好 一直没要了孩子 如今生得晚些 大爷才刚刚二十五岁 日子长着呢 孩子也是有福气的 不像我啊 虽然老来的子了 可自从这孩子生下来之后 我家麻烦事就没断过 不是灶台起火 就是孩儿他爹出门摔断腿 我家孩儿要是有你家孩儿那般运气 我可得好好护着他 刘大婶一边叙叙叨叨说着 眼神儿一边偷偷打量着王室怀里的张家宝 瞧着刘大婶那羡慕的眼神 王室心中就有说不出的骄傲 自这天以后啊 王室奉人便说 自个儿生的孩子有福气之类的话 引得不少人前来阿谀奉承 那些话听得王室的心充满了成就感 十年四月 此时的张家宝已经快两岁了 这些年 随着张家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张家已经有了搬去城里的想法 只是这时候外头阴雨绵绵 张家人只得过段日子再搬早 然而这天夜里 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正是这人的到来 让整个张家都遭了难 屋外的雨下得越来越大了 天黑得也早 一家人吃过晚饭后 便洗洗漱漱早早睡下了 睡意正浓之时 院子里忽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张家汉子睡得香 王室倒是个绝青的 有点儿声音就睁开了眼睛 听着屋外敲门声急促 王室以为哪家村民有了急事 就随便套了个外衣 撑伞出了门 可他开门一看 却见屋外站着的是个陌生人 那人浑身湿漉漉的 被雨水淋的有些看不清容貌 见其手中拎着的工具箱 王室便大致猜到此人是个木匠 不过这大半夜的来敲门有何事 王室心中有些警觉 并悄悄将门关了一半 只露出一条门缝 这才开口问道 不知木匠师父深夜造访有何事 木匠也不含糊 赶忙开口说道 我是前两日来给隔壁村村长家做家具的林木匠 本想急着回家和家人团聚 无奈途中与世见大 听闻这村子里住这位好人家 我抬头一看 唯有你家有这金光护药 便顺着找来 想着前来借宿一晚 王室呢 耳根子软 一听旁人夸赞自己 心里都乐开了花儿 隔壁村村长做家具这事儿 她倒是有所耳闻 再见这木匠宽脸肥耳 模样老实憨厚 便没有多想 开门就将人迎了进来 自作主张地将木匠安排在了偏房 这才又叮嘱了几句 随即便安心离去了 且说王室前脚刚走 偏房的门便吱啊一声打了开来 木匠悄悄探出头去 见院中无人 便转身进了屋 当他再出来的时候 模样已经变成他人 月光下 那人悄悄推开往是屋子的门缝 口中轻轻发出啾啾耳声 便有一条蛇顺着奇袖口钻了出来 顺着门缝便溜了进去 那蛇黑乎乎的 小小一条 像是被人操控一般 静直便朝着张家宝的方向凑了过去 随即在张家宝脚腕处一咬 随着鲜血流出 那条原本黑乎乎的舌 瞬间变得红艳艳的 身形也跟着大了不少 一番大块朵移之后 小蛇这才心满意足地溜出门 又钻回了那人秀龙之中 一夜无声 当往是醒来的时候 发现昨日借宿的木匠不知何时已然道别 还在桌岸上留下了一两银子 以为没什么事儿 往是就没将家中来过人的事儿告诉家里人 然而家里却在这时候出了事儿 清晨 张家人一大早便去田地里干活儿了 只是刚去了没一会儿 王氏就见丈夫急匆匆跑了回来 脸上全是愤怒与惊慌 王氏从未见过这样的丈夫 便下意识开口问道 老张 怎么回事儿 发生什么了 张友智一边踱步 一边叹气道 还不是田里的那些小苗 昨天晚上头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 刚才去了一看 那菜苗一夜之间全打粘了 现在雨水这么大 菜苗怎么可能粘掉 我看八成是有人见不得咱们老张家好 故意使坏呢 瞧见张友智气急败坏的模样 王氏便和颜韵色的安慰道 不过是一些菜苗罢了 现在时间还早 拔了重新种下 来年秋季也就是晚收成一会儿 影响不了什么的 别气坏了身子才是 再说了 谁这么有能耐能一下子毁了那么多菜苗 张友智文言 张张嘴还想再说些什么 却在这时候忽然听到张家宝哇哇大哭的声音 夫妻二人闻声 顾不得再说些什么 一边询问着张家宝怎么了 一边脚下生风进了屋 二人以为张家宝不过是平常的哭闹 可以进屋里 瞧见此时张家宝的模样 夫妻二人顿时变证住了 只见张家宝不停在床榻上打着滚儿 脸蛋儿红彤彤的 一双眼紧紧闭着 口中不断说着胡话 往事见状 赶忙一把将张家宝抱了起来 家宝 家宝 你这是怎么了呀 可别吓娘啊 张家宝没有回答 只是一个劲儿地扭动着身子 口中还不停喃喃道 娘 我热 我热 往事闻言 这才摸了摸张家宝的脸蛋儿 手指刚触碰上去 往事便倒吸了一口凉气 将手又抽了回来 张家宝浑身此时滚烫不已 将往事吓得够呛 来不及扭头便高喊道 孩儿他爹啊 快去找郎中来 家宝这是发热了 张友志心知孩子生病了 一时之间也没再计较 田地里菜苗的事儿 转身便跑出去请郎中了 约莫两炷香的时间过去 张友志这才匆匆带着郎中归来 夫妻二人简单给郎中说了 张家宝的病情 就见郎中自信地走上前 可他手指刚刚附上 张家宝的手腕时 却呼地皱了皱眉头 往事心中焦急 又见郎中这般模样 心中不禁有些焦急 赶忙开口问道 郎中 我家孩子这是怎么了 早晨起来的时候还好好的 一会儿的功夫就发热了 郎中醋眉细细扶着脉 好伴上才要头说道 症状与发热无异 可脉相却并非发热 这 恕我见识尚浅 你们啊 还是另请高明吧 郎中说着话 便起身摆手离去 任凭王室如何追 都没将郎中追上来 张家找大大小小的郎中 给张家宝瞧病 都没瞧出来个所以然 有些郎中倒是开了 炙热病房子 可用过郎中开的房子之后 张家宝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更加严重了起来 随着张家宝的病情愈发严重 他原本胖乎乎的模样 此时也收入了不少 不仅如此 张家田地完全没了菜苗 种什么都活不了 一家几口人也是时常遇到点意外 原本富起来的张家 不出七日时间 便回到了从前 在此期间 村子里发生了不少事情 只是张家人一直忙着照顾张家宝 也忙着应付大大小小的意外 根本没有注意过这些 眼见家中没粮了 银子也在给张家宝治病的过程中花得见了底 一家人正愁以后生计的时候 王氏忽然想起那天木匠留下来的一两银子 便拿出来到镇子上买粮去了 只是王氏拿着一两银子在镇子上逛了一天 都没买到什么东西 眼见天渐渐暗了下来 王氏赶忙拎着买来的东西 朝着村中赶去 走了几步 就见不远处的街角围了一群人 王氏看了一眼 本想绕过去 可不知为何 他却又下意识地叹了过去 只见人群之中有一浑身破破烂烂 古兽林寻的人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 瞧见这一情况 王氏不禁浑身打了个寒颤 赶忙扭头问一旁围着看热闹的百姓问道 这是咋回事 这人在这儿 咋没人管他呢 那百姓确实摆摆手说道 不知道这是什么人 今天忽然出现在镇子上的 疯疯癫癫的 四处要饭 这不方才有个财柱打了他一巴掌 他当时就倒在这儿了 这种事啊 谁敢管 管了自己还得伤财 还得罪这阵子上的财柱 何必呢 那人说着话 便背着手离开了 见有人走了 围观的几个百姓 也瞬间觉得这热闹看得索然无味 也渐渐散了开来 倒是王室见到在地上的乞丐 有些于心不染 当即便走上前 晃了晃乞丐的身子 好伴上那乞丐才稍稍有了反应 他缓缓地抬起头 一双浑浊的眼睛 看向王室 口中喃喃说道 我好饿 已经很多天没有吃饭了 还请夫人赏我口饭吃啊 王室下一时 将手中的包裹往身后藏了藏 那一辆银子是家里最后的敌儿了 他用一辆银子换来了 此时包裹中的粮食 这还不够家中人七日的口粮 若是分出一部分给了这乞丐 他们一家岂不是 可王室心中存善 不忍见乞丐这般 只好狠下心来 拿出一个馒头递给了乞丐 见到那馒头 乞丐双眸放光 结果馒头便大块朵一起来 三下两出二就将那大馒头吃完了 随即将腰间的水袋取下 咕嘟嘟灌了好几口 脸上的神情才满意了些许 见乞丐眼神中不像方才那般失色 王室这才松了口气 哪知王室正准备离去的时候 却听那乞丐开口说道 感谢恩公出手相救啊 你是个好人 我便有心报答于你 说着话 乞丐便绕到王室面前 上下打量了好半傻 就听乞丐问道 恩公啊 敢问你家中近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或是伤财 亦或是生病 王室文言 心中一惊 以为面前乞丐是个高人 便敢忙点头应道 正是 说着话 王室便将发生在自己家的事情 一五一时地告诉了乞丐 乞丐文言 没有多说别的 只是淡淡开口道 你对我有恩 我理应报答 这样 我跟你回去一趟 带我瞧瞧你孩子的病 再做定论 说着话 王室也没有欲 当即便带着乞丐 朝着家中走去 带进了家门 当乞丐看见床榻上烧得迷迷糊糊的张家宝时 不禁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再掀开被子 瞧见张家宝溃烂的脚踝 才听乞丐叹了口气说道 问公啊 你家孩子这是被人偷了运 所以才会高烧不断 你家的运都是这孩子带来的 如今这孩子与生俱来的运不见了 你家定是会回到从前 甚至更加严重 往事听到乞丐说的话 有些云里雾里 倒是张有之文言 率先反应了过来 先生 你的意思是我家孩子原本的运气 被人偷走了 那 这是何人所为 又是如何做到的 乞丐摇摇头 我也不知是何人所为 不过片刻间再次开口道 不过脚踝便是运气的卖门 脚踝这地方说隐蔽也不隐蔽 说不隐蔽也有些隐蔽 不知前不久家中可来过外人 张有之摇了摇头 可王师不知是想到了什么 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看了看乞丐 又看了看床榻上 依然烧得糊涂的张家宝 有些欲言又止 乞丐四十察觉出 王室有所隐瞒 便低声说道 夫人 有话但说无妨 事情还是要说出来 才能共同面对 一起解决的 没办法 王室只好将那日雨夜 木匠前来借宿的事情说了出来 张有之文言 回想起这几日家中发生的事情 不禁使心中气愤 指着王室的鼻子便慢了起来 说话间还要伸手打王师一巴掌 乞丐见状 连忙将张有之的手拦了下来 万万不可 家中一日不和睦 往后便会日日不和睦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 就要理性去面对 再者说 那人有备而来 就算是那日夫人不将他放进家门 他日还会有其他法子 将你孩子运气偷走的 不过现在也不算是最坏的状况 这孩子的运气没有被完全偷走 还有桃花运和学业运在身 一时半会儿 那家人只想发财走运 定是发现不了这些 带入干年后 那家人察觉 卷土重来之日 才是找回运气的最佳时机 说着话 乞丐从袖笼中摸出一截红绳 随即便将红绳绑在了张家宝脚腕之上 转瞬间张家宝的脚踝的溃烂渐渐好转 身上的热气也渐渐消散 不出棒课中 张家宝便缓缓睁开了双眼 见张家宝醒了过来 夫妻二人欣喜若狂 赶忙朝着乞丐的方向连连邪恩 乞丐没有言语 只是在临走前对夫妻二人说道 记住 那红绳千万别摘下来 不然一切将会重蹈覆辙 另外好好教导孩子 只要他与人为善 就算没有与生俱来的运气 运气也会在他善意中后天形成的 24岁是一个节点 若是想要将运气夺回 那就要好好守住张家宝的24岁 一旦那人出现 用这红绳缠住他 便可夺回运气 如若不行 到那时我会出手相助的 乞丐的一番话 让张家人顿悟 此后十几年间 张家人虽然不似从前那般富有 也时常闹些小意外 但一家人齐心协力 心向善 日子倒也过得幸福 只是多年来 往事一旦回忆起 是自己放木匠进屋 才害张家宝没了运气 心中都不由得案子愧疚 转眼间张家宝24岁到来 张家人仅遵乞丐那番话 整整一年都对张家宝寸步不离 然而眼看一整年即将过去 都不见那人前来 张家宝也有些倦怠了 便说 爹娘 如今咱们家生活幸福 有些事情便别再计较了 这么多年我运气虽然不在了 但我也没感觉到 与旁人生活的差异 不如我们就算了吧 可张家人却怎么都不肯同意 眼看一年就要过去 新年最后一天到来的前一个夜里 张家宝门被人敲响了 往事起身开门 探头望去 却不见门外有人 唯有一阵寒风朝着往事面门吹了过去 往事下意识地打了个寒颤 便直直地关上门 四处望了望 这才跌跌撞撞地 静止朝着张家宝的屋子走了过去 此时张家宝昏昏欲睡 嚼剑自个儿屋门打开了 便赶忙点燃了蜡烛 抬头就剑往事阴侧侧地笑望着他 张家宝感觉有些不对劲 但一时之间又说不出来 哪里不对劲 便开口问道 娘 大半夜的 这是怎么了 王氏文言慢悠悠进了屋 此时王氏面孔又有了变化 从方才的阴侧侧 变成了现在担忧惊慌的神情 家宝 快把你脚踝上的红绳解下来 那偷你运气的人来了 娘要替你夺回来 张家宝信以为真 顺势便将红绳解下来递给了王氏 王氏接过红绳 神情在变 只见他斜斜望着眼前的张家宝 紧接着便展开秀龙 一条蛇缓缓爬出 朝着张家宝的方向便爬了过去 与此同时 王氏口中再次发出一阵惊呼之声 张家宝不明所以地望向眼前的王氏 恍惊间他似乎看到王氏身体中有两个人的身样 一会儿是王氏 一会儿又是另一个人 张家宝正愣神之际 就听王氏开口喝道 家宝 快躲开 那条蛇要抢你运气 张家宝文言 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身形一躲 一掌鞭披在了那条蛇的七寸之上 蛇在原地挣扎了片刻 直到王氏开口念出一段 晦涩难懂的话语之后 那蛇才有熊啾啾气昂昂地恢复了精神 朝着张家宝的方向再次爬了过去 原本的王氏此时察觉到不妙 一双手宛若有千斤重 颤颤巍巍地抬起来 用那截红绳朝着自己的脖子便勒了上去 王氏倒地顿时挣扎不已 口中不断发出求饶的声音 王氏确实冷哼一声 我们一家等了你二十多年了 你终于出现 我怎么可能再发善心放过你 王氏身体中另一个人挣扎着 地上的小蛇也渐渐失去了生气 此时张家宝正正望着眼前的王氏 口中大喊道 娘 你这是作甚 快放开 这样你会没命的 王氏确实用力挤出一抹笑容 含泪妄向张家宝说道 孩子啊 是娘对不住你 若是当初娘没有大发善心 听几句别人的好话就让她借宿在咱们家 你就不会受罪 咱们家也不会跟着受牵连了 张家宝一边拉扯着王氏手中的红绳 一边放声大哭着说道 娘 当年那位乞丐爷爷不是说过吗 只要我以善待人 运气是可以后天修来的 我不要从前的运气了 我只希望咱们一家人都能好好的 话音落下 就见王氏脖子一梗 附着在脖子上的双手也渐渐露了下来 暗夜之中 张家宝似乎看到王氏身体里 灰溜溜钻出了一个人 还未等张家宝看清楚那人的模样 屋中烛火忽然摇晃了起来 紧接着张家宝就感到一阵静风朝自己袭来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刻 屋中忽然金光大闪 只见那金光之中 有一人的身影缓缓显现出来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的乞丐 那乞丐高鹤一声 指尖朝着那静风方向虚空一指 便听到一阵凄厉的惨叫声传来 母子二人再望过去 就见有一抹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 看到那人的模样 王氏颤颤巍巍地坐起身子 好伴上才支支吾吾地开口道 刘 刘大婶 竟然是你 在乞丐的盘问之下 张氏一家终于得知当年真相 原来这刘大婶一早就惦记上了张家宝身上的好运气 想要将这好运气夺过来给了自己的儿子 有一日在某邪道的教导下 学会偷运之法 便幻化成另一人的长相 混入了张家中 并放出小蛇 悄悄将张家宝的运气偷了出来 放进了自己儿子身体里 此后刘大婶一家大富大贵 在张家受苦受难之时 一家人早已搬出了村子 多年之后 刘大婶察觉当年运气没有偷完 便利用离魂之术潜入王室身体之中 想要借王室之手 偷走张家宝剩下的运气 却不成想 王室今日宁可牺牲自己 也不肯让其得愿 刘大婶好不容易挣脱开来 又有一高深莫测的乞丐 现身将其捉住 刘大婶的计谋此次没有得偿 还被乞丐在其手腕加了一道锁 只要刘大婶再作恶一次 便会彻底灰飞烟灭 自此之后 刘大婶再也不敢作恶了 为了保命 更是将偷走的运气 统统还给了张家宝 后来张家宝因有自身修来的运气在 亦有天生的运气回归 张氏一家人很快又富了起来 张家宝更是学艺有成 娶妻赵氏贤良舒德 生活得十分幸福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